大家好,我们是中国秀珍版S.T. 说实话,到底从哪个幼儿园蹦出来的? 我们不是幼儿园的,我们是成年人。 你再笑一个。 我看你有没有装什么东西? 没有。 你声音怎么那么奇怪? 天生的。 晚上不准出来? 晚上出来会吓死人的这样笑? 你要这样说,我就怕你家窗户。 你会正常笑吗? 他不会正常笑。 他只会这样笑。 你们是成年人? 对。 多大年纪。 抱一下,你多大年纪。 大家好,我叫云云,来自福建福田。 我今年26了。 大家好,我叫杨平,我来自四川成都,今年也26了,谢谢。 我叫莎莎,来自江苏省市医院市的,今年26了。 那你们今天到这儿来干嘛呀? 我们又来一个完美求婚。 那也不对呀。 你们三个人像,一个人求婚。 怎么可能? 肯定是三个呀。 对呀,我们都有。 三个对三个。 对呀。 那我们今天这儿热闹了,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三对三过。 是吧? 那是因为我们没来,我们一定要来早有了。 你干嘛,什么都凑一块儿干。 另外我想问一下,虽然他们没有挑明,有没有过暗示说想结婚? 没有,他就是很关心我。 那你怎么暗示的吗? 我就说,老三说他七月份要结婚了,然后我们约定要一起。 哎呦,这已经太明显了。 这哪叫暗示,分明是明示。 你呢? 我? 你男朋友有暗示吗? 他没有。 你都明示好多回了。 只是我明示好多回了,然后我妈也说他,你俩不晓了是吧? 不晓了,快奔杀了,然后就没啥了。 就没啥了。 看得出来,他们三个人非常珍惜自己的这段情感。 所以在对方男生不自信,不挑明的情况下,他们决定主动的出击。 邀请三位男士到今天舞台上来告白。 雷雷哥哥,我想说。 我千万不要叫我雷雷哥哥,我是叔叔啊,叔叔。 你叫哥哥你会让我换衣服吗? 换衣服? 这样不挺好吗? 我想要正式一点。 因为你求婚是更选择的事情。 想换婚纱是吧? 嗯,就显得比较丰重一点吗? 行吧,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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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 好,好。 好,好,好,好。 好。 好,好。 好,好。 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